好,那我们讲完了买漆房,接下来就是讲专门针对condo和condo townhouse的这个status certificate 如果您想买condo或者买过,可能看到过这个status certificate,但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东西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公寓公司提供的法律文件,相当于是一个证明或者一个证书,里面呢是会给买房提供各项关于这个公寓公司以及这个住户的信息 所以这种status certificate一般都很长,比如说200也都很正常的,里面包含什么样的信息呢 首先肯定是会有这一住户的信息,比如说您想买一单元,那肯定会有401 的信息,这个单元它每个月的维修费是多少,这一个单元是否欠费等等,这些肯定是都在里面 这个文件里面还会显示楼房有没有任何诉讼,比如说这个公寓公司是不是被告了 这个您也都可以看到,这里面也会写到楼房的储备金和储备金调查 因为楼房是有很多事情,东西要去维修嘛,有很多是比较贵 很重大的事情,比如说电梯啊,屋顶啊,各种方,各种东西 像这种重大的维修呢,公寓公司一般采取的方法呢,是每年都向租客收取一部分钱 然后储备将来真正需要维修这些重大的时候再花掉 否则的话,如果比如说要真正坏,再去向每一个住户要很大一笔钱 那可能就是行不通,住户们可能拿不出来 所以呢,这个Status Certificate里面会写到楼房的储备金到底有多少 这样可以判断就是储备的够不得够 里面也会写到就是楼房公寓公司找专门评估公司来做的储备金调查 法律上要求是公寓公司每三年都要重新调查一次 这个评估公司呢,就会看这个楼房现在年龄多大 就是这个楼房有多老,里面需要什么维修 预计一下,比如说接下来十年需要什么维修什么 花多少钱,什么时候维修,然后通过这个来计算 现在应该有多少储备金 所以呢,通过这个Status Certificate就可以看到楼房现在有多少储备金 这个调查里面说需要有多少,这中间有没有什么差别 如果差的很大的话,就可能就可以知道 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楼房要提高维修费用 还有呢,就是这个证书里面会写到特别评估 英文叫做Special Assessment 也就是说超出每个月要付维修费用的一个一次性的需要支付的费用 这个里面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储备金不足 是吧,如果储备金不足,然后突然需要维修什么 那楼房公益公司还是需要从住户那里要来钱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用一个Special Assessment来要 这里面为什么储备金不足的原因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之前提到的储备金调查 他会预测什么时候需要维修各种重大的事项 但这毕竟是一个预测,可能提前 比如说当时觉得10年之后需要重新换物点 但是7年就已经需要换了 那这个时候储备金可能就不够 或者说维修的价格超额 比如说当初的储备金调查说 维修物点需要10万块钱 所以公寓公司也是按照这个标准去收的费用 但是真正换物点的时候发现花了15万块钱 那公寓公司的钱可能就不够 就需要一个特别的估计来向所有的住户 多收一些维修费用 这个Status Certificate里面还会 还会有楼房的保险 所以在Condo里面一般是这个公寓公司 自己有一份保险 然后业主也会有一份保险 为什么有这两份呢 因为他们cover的东西不一样 楼房的保险一般就包括公共设施 和每个户的basic unit 也就是说如果买过新房的人都知道 就是最初签合同那个价格 只是买的basic unit 可能就是装修的比较一般的 比如说地板是地板是地板 或者没有瓷砖等等 这个basic unit都是楼房的保险 业主呢自己需要买的保险呢 是要包括自己那一户 所有升级事项就是upgrade 比如说最basic的是地板 但是呢您自己想把它升级成 木质地板或者说是瓷砖的话 那所有升级的这个费用 都需要业主自己买房屋保险 也就是说 找火了需要重建 那楼房的保险会出钱把楼房 重新建造一个basic unit 可能您买到的那建好的unit 在你的unit就只有地板 但是您自己的保险这时候会出来 再多加一部分钱 把您的unit再回到之前升级过的unit 比如说是有瓷砖木质地板的 业主需要自己购买房屋保险的 另外一个原因呢 就是就是为了赔偿个人的责任 如果作为一个住户 一个业主对其他的住户 或者公共设施造成的损害 比如说您把别人的玻璃打碎了 那这个时候楼房的保险 或者那个业主的保险就不会cover 是您的责任 所以您自己买保险的一个原因 就是为了赔偿 如果您个人有任何责任 所以一般情况下买condo 都是有这两份保险的 楼房 condo公司的保险 以及业主自己的保险 这个证书里面还会有 这个公寓公司物业 对各种事项的规定和要求 比如说有种物该怎么办 噪音能最多有多少 怎么使用电梯 窗户上能有什么样的挂件 甚至有一些会说到 比如说限制出租给学生 学生等等 所以这些比较就非常细了 所以大家都需要专门注意这个 如果您买这个condo 是有一个专门想要做的事情 最好提前跟律师沟通一下 这样律师可以看这些书里面 有没有说不允许你做这个 或者说您必须如何 能达到这个目的的这些条口 假如说您想买一个condo 给学生出租 但是这个condo的 rule里面写到 不能出租的给学生 或者只能出租给一个 或者两个 那可能就是会影响到 您投资的想法 这个status certificate里面 还会写到其他事情 比如说每一户的界限 附属的停车位 储物间 维修的责任 出事是谁来维修 谁出钱维修 也会提到公益公司里面 谁是董事 做决定是怎么投票 等等各种事情 因为它比较长 就没有完全 就是不可能说每一条 就是都 作为一个律师来说 很难做到每一条 都跟买家沟通一下 所以这里面重要的呢 一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看 维修费是多少 有没有欠费 储备金够不够 如果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您对这个房屋 有任何想法 疑问或者特殊注意的事件 最好呢 是提前跟律师提出来 可以这样 我们可以在这个certific里 专门的帮您找到 您想知道的这些答案 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 现在房地产的这个市场 比较火热 很多时候呢 想要抢到一个房 房源是比较难的 在没那么火热的市场 情况下 一般的offer里面 都会有一个condition 就是说我要审议这个 Status Certificate 我认为里面没有问题了 我才忙 但是现在在这个环境下 可能这种操作方式比较困难 所以也可以让大家想的是 大家可以在下offer之前 就提前看一下 这个Status Certificate 确认没有什么问题了 再下offer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